弟弟世界之物影战婆第十八集 死亡只是人生中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 其本身也许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等待死神降临 玉飞燕得知自己也中了骨 他心灰意冷知己 他把手枪子弹顶上了弹 准备在最后的时刻 给自己的太阳穴来上一枪 那个俄国人白熊 虽然是个丧心病狂的亡命之徒 但真正轮到他自己要死的时候 也止不住脸上的肌肉振振抽搐 独自一个人坐到树根上 谁也猜不出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而免供游击队的几个幸存者 此时却没有什么意外之感 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承受 和面对自身的死亡 罗大舌头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 他如同是一个身坏绝症 无药可救的等死之人 突然得知隔壁的那几个邻居 也患上了跟自己一模一样的症状 心里那叫一个踏实 只有阿翠的心思缜密 他看着僵尸爷临死前枯瘦的 犹如一具干尸 就问司马辉 既然探险队的全部成员都中了邪术 却为何不是同时发作 是否存在着某种顺序或者规律呢 以前在隧道里修筑公路的 美军工程部队曾有大批人员失踪 他们是否也同样死于这种 阴险诡异的古术 降头或古毒的概念太模糊 如果能找出他的根源 或许还能有救 司马辉说 我估计凡是中了这邪术的人 根据其抵抗力和体质的不同 死亡的顺序似乎是有一定规律 僵尸爷身体虽然不错 这把年纪还能翻山越岭 但他毕竟年老体衰 目盲足盾 气血比不上壮年 所以是他最先发作 随后就是探险队中年龄 排在第二的草上飞 如果我所料不错 接下来会死的应该就是 那个俄国老 而死亡最后的人 则是卡罗维卡 司马辉说到这儿 转头看了一眼卡罗维卡 只见他双手抱头 满脸都是绝望已极的神色 在缅甸 做过和尚的人都不怕死 在他们的观念中 死亡只是另一个轮回的开始 但是当地人大多畏惧邪术 认为钻进脑子的虫子 会吞噬掉活人身躯内的灵魂 所以卡罗维卡抱着脑子 只是在反反复复地 说着一句话 司马辉听卡罗维卡不断念叨的 似乎是个虫子 心觉奇怪 脑袋里哪来的虫子呀 但随后他就想到 居住在山区丛林里的人们 通常会将各种昆虫 看作是降头和古毒等邪术的媒介 因为虫性离奇 往往使人难以理解 就会更觉得降古之事 邪得紧了 常言道 说者无心是听者有意 卡罗维卡的这句话 是司马辉和阿翠 忽然觉得探险队遇到的致命危险 很可能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之间 体内寄生了柬埔寨诗人水质的虫卵 据说 柬埔寨诗人水质 习性特殊 一个宿主体内只能寄生一只 如果在女皇水质未成形的前宿主死亡 他也会随之化为浓血 并且不能寄生于冷血爬虫动物 否则只会生长为普通马皇 然而 自从探险队从幽灵公路他方处 进入到这条山谷深处的莽窟 遭遇到柬埔寨诗人质的吸引 当时被火焰喷射器 焚烧的巨型水质 身躯酷死人形 而附近洼地中的水潭里 还聚集着更多的同类 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死人尸体 他们怎么可能生长成这样 也许咱们今天遇到的女皇水质 就是以前失踪在野人山里的遇难者 江氏也中了降头后 形容哭嚎的样子 就如同有条柬埔寨诗人水质 钻到他的体内 渐渐吸耗进深周 惊血和脑髓 到最后被成形的诗人质 借其死尸 须可唤形 也成为了这死水巢穴中的马皇母体 所以他的头颅才会突然裂开 那时女皇水质已经入脑 阿翠虽然不把生死放在心上 可以想到自己体内 有柬埔寨诗人质的这声 这种死法实在是太过恐怖 不仅脸上失色惊吻他 我自打进到野人山里 始终没有接触过 生有马皇的死水 为何也会被水质附身呢 玉飞燕在一旁 听到司马辉和阿翠之间的谈话 似乎还是有一线生机 就插嘴道 要是你能知道身体里为何会富有水质 也不至于种此邪术了 野人山里的环境潮湿闷热 胀粒蔓延 植物水流 空气泥土 云雾泥沼 都很危险 柬埔寨诗人质 甚至可以钻进衣服和鞋袜里 无孔不入 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绝对安全 但如果所谓的虫骨 只是体内有马皇吸人血随 咱们是否可以想些办法解救呢 阿翠神通一领 在棉供游击队里 曾经治过被马皇吸烧过的人 他摇头道 如果水质附在体外 可以直接用烟头去烫 或是将草纸燃烟去熏 总之 有很多办法可以对付 但腹中或炉内爬进了水质 除了开刀 动手术 取出它之外 绝无他侧 以众人目前的处境 性命只在顷刻之间 别说根本没办法开刀 就算立刻送到医疗设备 先进的医院里抢救 也已经完全来不及了 于飞燕接连想了几个办法 却都不可行 比如自行吞食毒药 那倒是有可能 毒死体内的马皇 但这种举动 无异于自杀 柬埔寨寨石人质 周身都是吸盘 他会死死附在活人身体里 不是寻常的寄生虫可比 就算你呕尽了胆汁 也难以将其从腹中吐出 司马辉见众人满脸绝望的神色 也是地然心惊 他虽然不怕死 但怎么能甘心被马皇吸进血髓 而枯骨又要在水里成为 女皇水质的产卵巢穴 他看到柬埔寨石人质身上 密密麻麻的吸盘 脑中忽然浮现出 一只奇形怪状的吴狗 紧接着就想起了 当年从肉案死无共失害里 找到定风珠的赵老鳖 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那赵老鳖有一身薄雾的奇术 善能认知世间半种房屋 如果此人还在 说不定能够想到办法 解决掉复生在活人体内的女皇水质 按说司马辉是陆林旧姓之后 得过通篇的金不幻秘传 在家中所拜的文武师佛 是罪鬼张九一 人称蝎子张 又称博物先生 除了看家的本领 蝎子倒爬城之外 还善于讲坛方术指点鸡胸 张家祖辈所留的经典秘传 是起家的根本 分成天地人三平 从来只传内不传外 到了张九一这代 一辈子只教过家族中的 两个直系传人 头一个也是他重孙子辈的 不过此人生性木纳朴实 张九一看不中他 只传了些口诀挂鼠 无谓是想推演变化之道 就将其打发回乡乡下无浓了 而被张九一最看重的传人 则是司马辉 因为司马辉积警敏捷骨骼精气 其相貌身材都能够压得住阵 有能言会道 词汇峰会 心术也正 按照陆林上的说法 这样的人经得起大风大浪 能够守住秘密 遇到失守时 也不会出卖同伙和家底 所以他把老张家压箱底的各项绝技 都一股脑地传授给了司马辉 只不过司马辉当年年岁太小 到了社会上又生不逢时 已将家传的本事荒书了多年 此刻他想起当年遇到赵老鳖时的事情 就寻思那赵老鳖一个旁门左道之辈 都颇有些常人难及的能位 我祖辈所留的经典秘传 是套通篇用手 定教四海扬名的古术 怎么反倒不辱人了 但究竟如何才能用 经不换中的相物之理 拔除掉附在体内的女皇水枝呢 这些念头 虽然只在司马辉脑中闪了一遍 心想所谓物极而返 树穷则变 毕竟是天无绝人之路 他寻思着只要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找出柬埔寨诗人水枝的弱点所在 也许探险队的这几个幸存者 就还有机会活下去 就在司马辉搜长寡赌 苦思无忌之时 他一眼瞥见了那个神情恍惚的 草上飞正仰着头 瞪着双眼盯着一树老树 草上飞此刻枯瘦的几乎脱了形 整个眼眶都深深的凹陷了下去 嘴里已经说不出胡论话了 玉飞燕担心他突然伤人 就将绳子把他绑了起来 司马辉顺着草上飞所注视的方向 抬头看了看 黑漆漆的也看不见有什么异样 这时玉飞燕对众人说 既然咱们必死无疑 趁得心智还算清醒 赶紧离这女皇水质聚积的巢穴远一些吧 司马辉却说 大头大 你说江氏爷为什么会把探险队 引回这柬埔寨食人水质的巢穴 玉飞燕道 你不是说江老中邪了吗 人死如灯灭 如今你在埋怨他又有何意 司马辉道 也许这附近藏有什么东西 才会把江氏爷 或是把负在他体内的东西吸引过来 倘若咱们命不该绝 或许还能从中找出一线生机不定 玉飞燕也觉得此事及时蹊跷 在这片暗无天日的丛林里 环境乌湿晦涩 足以使人感到憋闷压抑 但不知何故 饮夜街气有种诡异的香气 说不上那是射香还是檀香 而且越是高处 气味越浓 他见古树高耸 徒手如何能上 正在找些应手的登山器械使用 没想到司马辉已经将探照灯挂在身上 随即施展 蝎子倒爬成 攀上了一株老树质干 虽然他肩伤还未痊愈 但其身手仍是清洁如风 看得树下众人目眩神迷 各个宁神关注 人人并生息气 司马辉毕竟身上带伤 攀到树冠上 已觉得肩膀酸麻不止 他见古树躯干中 有个虫洞般的窟窿 洞内积存着一寸来后的青苔 阴凉彻铲 以探照灯向那一照 里面藏有芒卵 皆是大如拳头 原来是先前那些被火焰喷射器烧死的缅甸乌莽的潮雪 他伸手进去摸到了三枚白森森的芒卵 藏入了怀中 最后轻轻地溜了下来 玉飞燕等人 见在这生死未卜之际 司马辉竟然偷了几枚芒卵下来 都觉得此人多半是疯了 司马辉见怀中三枚芒卵黯然无恙 终于尝出了口气 小心翼翼地捧出来摆在地上 他看众人脸上都有迷惑不解之色 只好告诉他们说 要想拔出附身在众人体内的女黄水质 只能指望这小东西来救命了 俄国人白熊见还有活命的机会 顿时精神一震 但眼下只有三枚芒卵 而幸存者却有七个 僧多周少不够平分 大概仍然有四个人会死 他哪里还顾得上旁人 立刻伸手去毒 想要当场吞下一枚 司马辉反应极快 还不容俄国人白熊近身 以施展了夫子三拱手 隔开了他那只蒲扇般的剧场 但在这分秒必争的紧要关头 司马辉并不想通他拼个你死我活 只是一白手 示意对方不要再试图接近了 然后又做了个抹镜的手势 告诉众人说 这芒卵绝不能吃 否则死得更快 俄国人白熊 生平力气大无穷 杀个人跟捏死只小劲差不多 满以为伸手就能夺来施卵 没想到就会扑了一个空 心中也觉意外 不知眼前这个东方人使的是什么邪术 他恶狠狠地盯住了司马辉 却没再敢轻举妄动